前两天放了一小段我讲课的视频啊 里面提到说女孩子最好的年纪就是年方二八 然后下面好多的网友留言说 啊老师你要不讲的话 我不知道年方二八居然是16岁 我一直以为是28了 这个勾起了我一段回忆啊 所以咱们这个理科生系列才更新一期 原本这类似的内容我们考题也考过的 哎呀你的那个想法和我学生是一模一样 这么就这么小小的一个体温 班上错了一大片给我气坏了 我在班里面就发飙了 我说啊你们你们不能因为我天天说 我自己年方二八 你们就把年方二八的这个算法搞错了呀 人家的算法是二乘以八不是二十八 然后你看我刚讲到这的时候 我们这个数学课大语是吧 平常他就不爱学语文 平常呢这个上语文课的时候 总是一副灰灰欲睡的样子 这个时候他已经啊打瞌睡 我一说算法这还能腾的一下就醒了 哎立马精神了半梦半醒之间 人家来了一句说啊老师 你这算法没错呀 你说你年方二八这算法不是二的八四方吗 哎呦 哎呦 好